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奖点密码 来看到资金矿潮涌入之下 台北股市今天在写历史新高 中场涨51点收在18,248点 成交量是2398亿 那键盘是怎么做解析呢 现场问你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股 张雨铭分析师张老师好 田军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台股排名上瓜 我赶快问您先请教张雨铭老师 好 台股最后两个假日 今天在涨51点 那今年的波段总共涨了3194点 明天礼拜四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假日 那我们来想一想 一年的行情过去了 那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的口袋里面是不是满满的 鼓鼓的 非常的开心 我们看一下 今年行情总共涨了3194点 明天 最后一天了 来我们看一下新闻 台积电市值两兆 这台湾算市值最高的公司 台积电最近要在中科 这个盖新的厂房 就在清泉岗旁边的高富球场 那旁边还有一个靶场 昨天去跟 应该说前天去跟卢秀燕 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 去跟卢秀燕谈 当然是要争取土地 那现在是富国神山 当然争取土地机会就很大 另外在台中盖场 那也要在哪里盖场 也要在台南盖场 那也要在高雄盖场 这不得了 新竹本来就有 台中要争取 台南有 高雄有 台湾光台积电的四座晶圆场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 到底好不好 就是你要去评估了 那表面上你看它是富国神山 每个都这么说好 可是很少人认真来仔细评估 这个相对的问题 那我们台积电每天的耗电量 台湾8% 一座晶圆场就是等于 一座城市的耗电量 台湾8%进去了 都给它用了 未来还要盖三座 三八二十 实际上原来的八 八四三十二 那台湾真的有这么多电吗 现在又不能用核能 所以想想看 台湾未来的电会不会吃紧 那你去想看这个问题 所以郭泰民说 明年一定会缺电 这不是乱讲 因为他有 刚刚这个根据就是这样 那我们回头来看看 台积电 市值最高的公司 现金最高的公司 专利最多的公司 那股价呢 今天小涨 其实也差不多 今年就在这里买 有没有 那如果你六个月前买 到现在也没什么赚头 已经混了六个月了 那为什么它涨不动 投资兵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明年全球 总共要盖 三十二座晶圆场 现在缺晶片 明年晶片可能就会功过于求 所以你必须想很多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台积电这么好 它不大会涨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台积电 半年没涨了 那你想想看 台积电 我大概统计 昨天有一个投资人 打电话给我说 他大概统计了 这个媒体 讲到台积电的 大概有超过一千次了 这半年来讲 台积电超过一千次了 可是也没什么涨 不是吗 所以想想看这个问题 所以想想看 你今天买台积电 你又不是买一个艺术品 买一个棉花 你又不买来收藏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为了安全 我跟你讲 你不买就最安全了 买股票不是为了安全 安全你钱把它放在枕头下 最安全了 只要不被小偷偷丑 对不对 所以股票要买 是有一部分的风险的 同样的怎么样去取舍风险 得到最大利益 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 我们不是要买一间安全的公司 那你不要买就好了 不要买很安全 就不会赔 对不对 所以这是观念是有落差的 好 那我们说高手投资 他一定知道的这件事情 你要买的股票是要买市场喜欢的 不是你喜欢的 你喜欢没有用 懂意思吗 你要买市场喜欢的 有这个谈生空间的股票 你才能赚其他的利润 懂意思吗 当有一天你年纪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什么是 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像现在 说真的如果你让我来选 我因为舍弃一大笔钱 然后换回我的年轻 你再给我年轻十岁 当然就不可能 所以有一天 钱是买不回青春的 那你在那边耗耗耗一年 它没有涨 没必要 一年很珍贵 怎么可以把时间耗在里面 不都不会涨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看年电 好 年电和工这个化合物半导体 搞得好像蛮有搞头的 年电的毛利提升到40%了 算非常了不起 那请问年电现在到底有没有涨 你告诉我最近有涨吗 最少三个月没涨了 对不对 为什么它涨不动 因为卖出去绕一大堆 因为区域现在空方 它当然涨不动 所以你买进去 对很好的公司 可能就不会涨 那你又浪费三个月了 那如果2022年 你这样浪费三个月 浪费四次就一年了 你三个月没涨 像年电买了 三个月没涨 三个月浪费掉 那你碰到四次这样 一个月一次三个月没涨 第二次三个月没涨 半年了 第三次三个月没涨 九个月了 下一次第四次三个月没涨 过年了 一年就过去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你要买股票 不是要买那个不会涨 体质很好 没有用 懂意思吗 要买市场喜欢的 不是买你喜欢的 那我们说市场现在状况 就是资讯太多了 资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 网路上查都是免费的 Google都是免费的 网路上资讯免费资讯 排山倒海而来 那你想想看你需要什么 你一个资讯查去 真的满天飞了 我天哪 你看完都太阳下山了 所以你必须有快速 去辨别的能力 那如果你没办法 快速辨别资讯 最后这资讯会把你压死 资讯太多太多了 你没办法辨别 那如果你没办法辨别 你怎么操作股票 是不是 来经济 今天有新闻 经济明年第一季产能被电构一空了 那看起来很棒 对不对 那请问经济有没有涨 你告诉我 有还是没涨 这样到底是有涨没涨 很显然它没有涨 它不但没有涨 它已经四五个月没涨了 所以如果你买经济四五个月 它不是没涨问题 它下跌 懂意思吗 所以你可能第一个时间浪费五个月 第二个你股价可能培下20% 所以想想看 我们来股票市场的目的 是要浪费五个月 然后赔10%吗 当然不是 所以你必须有辨别的能力 资讯太多了 都免费了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就是资讯太多了 看都看不完 所以不是没有资讯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力高档 出现卖出讯料 赶快把它卖掉 那你这五个月就浪费掉了 第二个 你钱最少要赔10%以上 没有赔很多 你赔了钱你就会不爽 很不开心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如何找到好的标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022年 这个问题一样 绕着你 英文不散了 这问题永远存在 消息永远都是满天飞的 来 电动车免税 再延四年 其实它已经很多年 最少五年了 因为我买了电动车 买了五年 没有缴过 牌照税 这一台 特斯拉展世界里面 最漂亮的这台车 有欧义门的 这个门可以打开 好像翅膀很漂亮的 这台车我就把它买回家了 这就是我的车 这台车我有一次开去普利 帮普利的一个 赛德克组的一个优秀青年 名字叫高玉堂 他开了一家五星级的自查厂 那有一次他儿子结婚 他打到学 雨鸣 你那台一飞飞的那个车 可不可以当我的理车 当然没问题 我们这么好的交情 我就帮他开这个理车 这当天来去帮他 搽媳妇 帮他儿子 起媳妇 开这台理车去 这台电动车 你看 你看五年前 我买五年了 那五年前就免税 又要再延四年 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政府在鼓励电动车 这样懂意思吗 当然对电动车的产业发展 一定是证明的 免税 你看一年像 如果一台宾市 我现在有一台宾市 有一台BMW 有一台特斯拉 这个宾市一年都要缴 上万多的牌照税 那你看 如果五年 四五万 再延四年 快九年了 九年你看多少 十年就三十万 把这钱省下来多好 不是吗 当然它的目的是要帮助 鼓励民众来买电动车 所以电动车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好不好 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 那我们看有一家电动车大厂 先讲这个 今天的10月29号的新闻 电池的需求大增 石墨供给 怎么样 岌岌可危 因为电池的需求 电池里面负集 通常是石墨 那因为电池的需求量大增 石墨的供给量 也变不够了 石墨 电池 电动车电池 负集是石墨 这么做电动车 要出来了 宾式BMW 奥迪 特斯拉 这都本来就有了 还有什么 比如说保时捷 一大堆电动车出来了 传统车厂 每个都要电动车 包含这个丰田 另外的手机厂 每一个手机厂 大厂都要做电动车 苹果要做电动车 小米也都要电动车 这个华为也要做电动车 OPPO也要做电动车 所以这么多电动车都出来了 原来传统车厂改电动车 手机厂也要抢电动车大平 这个电动车 多路 管道都来了 那现在这么多的车厂 要做电动车 它势必它的电池 需求非常非常大 电池的负集叫什么 就石墨 所以石墨 攻击岌岌可危 不够卖 好不好 那石墨怎么样 有种电池叫石墨锡电池 石墨锡电池 它不是 整个都是石墨锡 它是把原来的锂电池 加入石墨锡的资料进去 这个材质进去 那增进去以后会怎么样 会让它的导电性变快 会让它散热性变高 会让它充电速度变快 所以这对电池来讲非常强 甚至会让它里程变很长 这最重要的 所以当这个石墨锡电池出来的时候 不得了 那我们说石墨锡电池 电池里面把石墨锡加进去 当作导电器 会怎么样 会提高它的容量 会提升它的充电的速度 电动车里面最被诟病的就是 充电太慢了 一次充可能要40分钟 像电动车一次要40分钟 去也不是说 随时你搞不好排队 那来一会一号 花一个半小时 很讨厌 我们去叫站 等多5分钟 10分钟就搞定了 所以电动车里面 什么原因 充电速度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为什么常常一充电 里程不够高 那如果里程可以很高 像现在华为出这台电动车 一万1200 1242公里 台湾绕一圈都没问题了 那你就不会有 太多旅程焦虑 所以开电动车 很大一个问题 旅程焦虑 怕开去中间没有电了 怎么办 心里会不安 那我们这石墨锡电池的目的是 增加它电池的容量 还有提升它电池的充电的速度 这是非常重要 这对电动车来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材质 那有谁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了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9 你看很快就会有这种东西出现了 搞不好已经出现了 人家不讲 真的吗 来 华为出电动车 12月23发布了 这新闻非常的大 华为电动车来了 华为是手机 算是世界级的一流大厂 可是被美国禁了这个晶片 手机卖不出去 Google也不让它用 只好发展自己的鸿蒙系统 那这时候怎么样 他把一部分人力去搞电动车 所以搞出电动车来 不到一年 搞出电动车来了 好 那我们说电动车 23要发表这一台 非常的可怕 为什么 最重要是这个 不是0到140.4秒 这个比特斯拉慢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售价25万人民币 大概100出头 这个是还可以 满强的 重点是这个历程 1242 现在连特斯拉都做不到 特斯拉了不起就是1000公里而已 竟然有一台电动车 可以到1242 太可怕了 所以这台华为电动车 说真的 我蛮怀疑的 它已经把这个 石墨系加进去了 华为其实在欧洲 它早就设了 石墨系的研究中心 就是为了突破 这个电池限电 这个电池容量的一个问题 把石墨系加进去 让电池容量可以变大 让它充电性变短 它早就在欧洲设研究厂了 那我们说这一次的 发表这台电动车 这个12月23号发布的 既然里程可以到1242 这是目前世界纪录 没有一台电动车 可以跑这么远的 那你想想看 它传统电池不太可能 不管你用三连电池 你用这个石墨 这个磷酸离铁电池 它都没办法这么长 所以我猜 它可能已经把石墨系加进去了 不然不可能这么长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是21世纪 一个革命性的材料叫石墨系 那这石墨系有什么了不起 它是最薄的奈米材料 一毫米 一毫米就是0.1公分 一毫米的石墨 可以等于150万层的石墨系 0.1公分 这里面有150万层的石墨系 你看多薄 薄到你没办法想象 0.1公分可以抽出150万层 天哪是多薄 那个没办法想象的薄 懂事吗 好 它的强度比钢强200倍 延展性非常的好 导电性也好 这个导热性也好 它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做防弹衣 它防弹衣做出来 因为比钢强200倍又轻 非常非常的轻 所以当有一天石墨系的防弹衣做出来 你所有防弹衣通滚蛋都不要了 都被石墨系防弹衣打败了 石墨系怎么 它可以做这个滤水器 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水滤得很干净 它可以做隐形战机 或者战车的隐形涂料 它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做折叠手机的一个设备 因为它延展性非常好 又很薄 可以做折叠手机 相关折叠电子产品都可以 它可以做电池的添加剂 我们刚刚讲过了 它可以做晶片 我们现在的晶片 受了摩尔定力的影响的一个限制 都两奈米就差不多极限了 所以未来怎么去突破 靠一个东西 它就是石墨系 所以说这是很可怕的东西 所以我们21世纪的材料之王 就叫石墨系 你一定要认识它 你今天认识它 张艺民跟你讲 你把它记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说张艺民有讲过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知道它比锂电池更强 叫石墨系电池 比现在磷酸锂铁电池 散锂电池更强 就是石墨系电池 当这个产品出来 它秒杀一切的锂电池 我们刚刚讲 后来那一台可能就是你加进去了 好 这个 这个晶片 硅基晶片 当达到摩尔定力极限的时候 大概是两奈米之后 下一代的晶片技术在哪里 答案就在这里 叫做石墨系 张艺民这跟你讲的吧 这个你在鬼扯的吧 不是 这个不是我讲的 那谁讲的 半导体交互 张忠谋讲的 不是我讲的 是张忠谋讲的 他讲这样的话 他讲说 这边有写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他说 好 我看 这个 石墨系等新材料 可能成为下一代 半导体的技术 这张忠谋讲 这不是我讲的 到这边 所以未来来讲 半导体技术的突破 就靠石墨系 所以石墨系对我们这个 未来的产业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你一定要去认识它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台湾有一家做石墨的 这叫三化 懂意思吗 那石墨系怎么来 石墨系是由石墨系提炼的 懂意思吗 石墨系怎么提炼 其实石墨系 它是一个非常宝的物质 那如果你用胶带 把它放一起 胶带连在一起 不是 再撕开 对不对 再撕开 连在一起再撕开 撕撕撕 撕到有一个程度以后 它就跑出石墨系了 在2010年 有两个俄国 21的人 他发明了这个石墨系 不是发明 发现这个石墨系 他得到洛贝尔 这个物理奖 这个石墨系 好 那我们就三化 做什么 做石墨系 台湾唯一做石墨系产商 月产能10万吨 详细之下你可以看 三化 12月21 涨停板 12分钟涨停板 好 当天涨停板只有三档 最强的 这一天隔天又涨停板 有亮灯 没有说涨停 亮灯又涨停板 最高涨停板 没错 好 接下来整理 到了昨天 我们把它卖掉了 拉起来 我们先把它卖掉 先做一个出场 那最近总共操作了五次 这个没有赚很多 因为它这边盘整 每次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所以那一天 这一天 12号 昨天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卖掉 总共赚了五块钱 当然就把它放到口袋里面去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前一次操作是赚61% 加上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操作 这前一次操作赚61% 加上这一次 总共123456 总共赚81% 这普通的操作 把它放到口袋里面 都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很开心 很完美 很幸福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找到一个好的标的 去操作它 可能一段时间而已 其实也没多远 11月10号到今天 12月28 29 这个也还好 这大概是50天 所以50天 80%就把它放口袋了 这样是很开心 很愉快的事 如果两个月你可以赚一档股票 80%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所以很简单 发现它 去操作它 就这样而已 好 这个中碳 中碳也是做石墨的 那有人说 老师 你为什么不买中碳 还好我没买中碳 如果买中碳就完蛋了 为什么 这两个月它有涨吗 没涨 你买进去就完蛋了 这当然不是我买 一个投资人买 他说老师 为什么同样是负给财量 我买中碳都不会涨 还倒跌 那为什么你买了石墨系的 这个 三红就涨那么多 格局不对 你买这种股票 怎么会涨 懂意思吗 他说他看这个报告去写 里面又没有三晃 里面没有三红 不是我的问题 有人整理资料 这个功力不够 基本面每天挂在嘴上 基本面是很烂的 赵亦彬怎么可以发现三晃 基本面抢 对不对 这里面也没有写三晃 他出去买中碳 买两个月的煤涨 倒铁 所以我们说电池里面 有正极 有负极 把它缩小一点 太复杂 缩小就变成这样 正极材它就是这个 内锅铝 内锅蒙三连电池 这个磷酸铁铁 就是磷酸铁铁 负极只有一个东西 叫石墨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它的道理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负极材它会短缺 因为负极材它只有一种 叫石墨 对不对 好 当石墨短缺了就有机会了 懂意思吗 所以选股票 有方法有技巧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方法技巧 你要在股市里面成为赢家 就会很困难 好 我们来看华金科 华金科今天我们把它做一个 小赚获利出场 没有赚很多 一块多而已 好 这个合昌 四块钱把它获利出场 这都普通货币操作的 所以我们今天又增加了两笔了 总共是获利 从12月1号到今天 28号 29号是赚了 83.5元 获利把它换口袋了 这个月操作 一笔小赔 一笔平手 其他都赚钱了 非常开心 11月71.6 12月83.5 总共两个月加起来 这边不得了了 两个月加起来 将近150几的 任何一天 任何一笔 任何一天当然包含我刚刚讲的 任何一天 任何一天都可以 老师你这个有一笔造假了 没关系 你假的费用我全部还给你 这很公平 只要假的还给你 任何一天都可以 过去也可以 未来也可以 现在都可以 不会拿假东西上电视 全台湾出了 我没有人敢讲这个资料 任何一天 任何一笔 即是要造假 全能推 持股永远在五档以内 待经待出 这是应该要做的 好不好 一笔钱 一笔钱 怎么应用 一笔一笔做 就像这样 一笔一笔一笔做 这样当然很辛苦 我知道 那如果买一档 买进去都不要动 三个月 好啊 三个月后 那如果没赚 那没赚 你的货也摆脚了 你客户也抱怨 在那边等待 当然这个 一笔一笔做 是最辛苦的 也没有人愿意 这样一笔一笔做 没关系 我愿意 我愿意 帮我的客户这样做 一笔一笔做 一笔一笔赚 因为你只有一笔钱 懂意思吗 你不可能一大堆 乱做一通 一天买十笔 不可能 一笔一笔做 一笔一笔赚 这才是对的 就像楼梯一样 一接一接爬 有一天才能够 爬到顶 懂意思吗 11月12月 总共赚155块 这是普通会员 把它放到口袋里 我想这是最开心的 操作 36笔赢33笔 一笔平手 小赔2笔 好 获利永远是 检验投资的唯一标准 没有第二个 有没有道理 当钱放口袋的时候 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我的客户最开心的时候 有没有道理 股市最安全的路 就是跟赢家同行 好不好 来 这个泰克说 选择最好的 就是最好的选择 有没有道理 张雨铭 今天已经28 明天是最后 2021年最后天 这个上东升节目 明年会不会 我暂时不知道 因为何一我还没有拿到 所以这时候你要找我 记得来 如果你看YouTube了 张雨铭分析师 搜寻 然后按订阅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看Line的 小老鼠A 25006999 这是我Line的ID 加入之后 加入是免费的 发一个讯息给我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电话 张雨铭会尽速回答你 把现在给听捐 好 那更多操车 见光海局 再请江明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东升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ne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雨铭会尽速回答你 你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ne是免费 说你是东升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雨铭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回到想点 密码进步购物解析 再把时间交给江明老师 好的 2022年是最复杂的一年 比今年还要复杂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费得要升旗三次 我升旗会带来资金的紧俏 台湾在做什么 台湾也要准备要升旗 再开始打房了 打房就升旗的前奏了 好 那我们全球要盖32座金元厂 那不再缺晶片吗 到了明年 我可以讲 搞不好晶片满天飞了 要盖太多金元厂了 好 美食大涨 今年的黄豆小麦玉米涨翻天了 有点通膨的味道出来 所以明年非常复杂 iPhone要出平价手机 万年以下了 从来没发生过的事 好 看扁台股 一万六千点 所以我们说明年会非常非常复杂 电动车这个非常热闹 为什么 华尔出电动车了 续航旅程可以到1242公里 天哪 怎么会这么强 我说我怀疑他加入施墨西了 那这样来讲是不是 三晃还有机会 我们已经出厂了 还有没有机会 我们看第三线太短了 暂时我会采取观望 这格局不大对了 下次再翻多我再进厂 好不好 就像东升一样 东升我今年赚了205% 最后一趟723出厂 到今天快半年 我没有再买过东升 为什么 还好马上就套牢 对不对 因为格局还没翻多 没有翻多 你就是要等 所以类伍没有出现 你乖乖等 类伍出现 马上进场 操作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高手永远把钱 放在最有效率的地方 懂我意思吗 类伍出现才可以进去 没有不要急 好不好 让会员赚钱 就是最好折扣 有人说老师 你怎么都没有折扣 我给你答案 让会员赚钱 就是最好折扣 你看我节目10年 老师也没有在讲折扣 没有 为什么 当会员赚钱就好了 懂意思吗 好12月 真的是获利满满 到目前赚了83块 11 12月 已经赚了155块 你看多棒 认了一天 认了一笔 绩效造假 全额退费 155 如果实战就是155万 11 12月把它放口袋 如果你这两个月 有155万 可以放口袋 你今年非常好过了 非常的开心 天面会出现一道彩虹 非常的完美 好不好 好 时间的关系了 好 这个 看赞明Youtube的 打张雨云分析师 搜寻订阅 因为我下个月 不一定还能够在东森 好不好 好 LINE的小小鼠A 25006999 这是我ID码 加入之后 按订阅 加入我们 发一个讯息给我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电话就可以 我们保持一个双向的沟通 这样就可以 把身交给停车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老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各表加证券 无当之财务力关系